通常停車場的收費是以平日跟假日來區分 或者是要採取這種均衣架 但是你有看過車格優惠嗎 讓民眾感到非常好奇 這處位在三峽國際一街的停車場 看板紅色背景地寫著優惠車格 而且只有20跟21號 若停24小時最高收費只要100元 等於少了20元 但有民眾停了發現不太對勁 我就開車進去停停看 原來是有油煙管的問題 我沒有停我馬上就開走了 曾經在外面的停車場 停在餐廳附近 然後停整天下來去取車的時候 發現整個玻璃都油煙 車子也都 哇我花了好多錢去洗 江先生也在社團分享這一次經驗 猜測會設置優惠 因為兩個停車格中間的正上方 就是隔壁火鍋店的排油煙管 剛好車子會污染湧出的油煙 玻璃會有一層油 還開玩笑的說 貼心免費幫你車身度磨 但油磨換來一場幽默 而這兩個優惠格距離門口最遠 也有人猜是因為這個原因 詢問客服也說會有優惠車格 通常是因為車位較遠 或停車角度困難度高 或許油煙管位置只是剛好 但民眾會避開不是沒原因 不是只有鍋鍋梨油漆 所有整個都會有包覆一層油膜在場面 半個小時就會有了啦 停越久就越嚴重 慶澤一般洗車就能去除 但嚴重有可能要用特殊藥水處理 只能說停車位有優惠確實很吸引人 但每個車主對選停車位都有在乎的 每個優惠買不買單就看個人 特別新聞連日就宣信與報道